母妃与人淡如菊的季后情童姐妹 为替季后洗刷冤屈 她让年幼的我喝下朱砂 我知晓她们的情谊 没有说出真相 而后更听她的话 将季后是做亲生母亲 替季后扫清一切障碍 可当嫡公主看上我的未婚夫婿时 母妃一碗毒酒送到我面前 姐姐虽不争不强 但我不能让她受半分委屈 在睁眼我回到了母妃命我喝下朱砂时 昭月听话 把汤喝了 我睁眼时正好对上母妃期待的目光 她掌心捧着一盏汤 本该是奶白色的鱼汤 呈现出诡异的淡红色 我明知顾问这是何物 母妃的脸色却沉了下来 你只管喝便是 你我母女 我难道还会害你不成 看着这碗掺了朱砂的鱼汤 我几乎控制不住嘴角的冷笑 前世纪后 还是贤妃时被人陷害 用朱砂毒害龙胎 进了冷宫 母妃焦急不已 便为我喝下朱砂 以贤妃已进冷宫 凶手另有其人的说辞 将人救了出来 朱砂有毒 母妃聪慧 她早就向太医问过朱砂的用量 每日不过午前 愚人无害 可她没同太医说这是用在我身上 成人方只用五钱 母妃却害怕症状不够明显 足足给我用了七钱 可真是我血浓雨水的好母亲 我虽被父皇及时发现解了毒性 却落下体热头痛的毛病 没有一日安宁 这一世母妃顾忌重施 可惜 我不愿做她的乖女儿了 母妃神色彻底冷了下来 她训斥我 母妃昔日围长在十倍工人可待 吃不饱穿不暖 若没有你嫌母妃开解陪伴 其有今日的品位之尊 她是我们母女的恩人 你难道忍心看你嫌母妃 从此求于冷宫 再无出头之日 我抬起不安适适的小脸 故作好奇问她 母妃你吃不饱穿不暖 嫌母妃为何不赠你银钱吃食 而只是说话开解你 难不成嫌母妃 有土字成粮之法 能叫母妃听了 就能填饱肚子 母妃狠狠噎了一下 嘴唇孽如半天 却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只呵斥我 你懂什么 我当然懂 前世我就是因为 整日被母妃教导 要感念贤妃恩德 才会在独入肺腑时 都不肯说出真相 后来先皇后崩世 贤妃成为季后 母妃命我将之 视为亲生母亲对待 世事维护 绝不让人欺辱她 我依依应下 听从母妃安排 替她清扫一切障碍 我以为自己 只是多了为疼爱我的母亲 可季后的女儿昭明 瞧上了我的未婚夫婿 她闹着要我退婚 我没应允 她便又去皇后宫中 哭了许久 招名声来有心急 我本想着 要如何寻些新鲜玩意 哄哄她 许久不照我的母妃 却突然命人 将我请进她的寝宫 她挥退左右 如我又是那般 端来一盏酒 我自然不会以为 那真的只是一盏酒 颤声问她为何 她却狠狠打了我一巴掌 我如何生了 你这样忘恩负义之辈 我时时提醒你要 护着你母后几弟妹 你却阳奉阴违 如今害得你母后 抑郁不安 我岂能容你 姐姐虽人淡如菊 不争不强 但我不能让她受半分委屈 我悲欺不已 却依旧不肯相信 母妃会为了一个外人 杀害自己的亲生女儿 在您心中 最该心疼维护的人 不该是我吗 为何您 母妃的眼神冷漠而决绝 她掐住我的下颌 亲手将毒酒灌进我喉间 若非当初要为姐姐故宠 怎会有你的出生 我因一杯酒酒 含恨而死 老天爷怜悯 才给了我重来一次的机会 杨玉珍上一世 我已拥命还过了 这一世 母妃心疼爱护之人 便留着她自己护把 见我终于将猪砂汤一眼而尽 母妃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 她嘱咐我 你父皇喜爱你 这几日你要多去给她请安 我点头应好离开 转头却躲开宫女 一溜烟 窜到了太后寝殿附近 母妃被召来时 还不知道发生了何事 直至看到 躺在贵妃榻上的 我还有一屋子太医 才意识到危机 朝月赏午是与你一同用的善 太后端坐高位 不怒自威 母妃攥紧了帕子 应声说是 哼 那为何她中了朱砂之毒 你却无事 若非她玩到之时 摔倒吐出许多 怕是挨家膝下 又要少一个孙女 余品你可知罪 母妃大约是没想到 我会被发现得这么快 一时有些慌乱 她抬头看了我一眼 眼神中满是猜疑 我心中冷笑 她亲自向我吓得毒 现在却怀疑起我 果真是从未对我有过真心 我眼下情绪 勉强撑起身体 朝太后磕头拜了拜 声音有气无力 皇祖母明鉴 母妃素来对我疼爱有加 断不会害自己的亲生女儿 太医也事实拱手道 陈方才检查过余品娘娘的膳食 并未查出有何不妥 我并没有惊讶 毕竟我这位母妃心思也算缜密 那些朱砂是绝对查不到来处的 连成汤的杯碗 怕是也早就被处理干净 不过我的目的并不在此 母妃明显松了口气 连声音都恢复平日的柔柔弱弱 膳食都是御膳房送来的 臣妾却不知 昭月为何会中朱砂之毒 只是您刚刚提到朱砂 臣妾不得不想到 之前贤妃以朱砂毒害龙胎之事 如今昭月也遭此毒手 莫不是又是贤妃所为 可她如今身在冷宫 太后打断她的话 你是说当初朱砂之事另有其人 不但母妃硬化 太后又冷哼道 朱砂谋害龙胎之事 早已闹得沸沸扬扬 如何能断定不是有人故意用此招数混淆盛听 行了 此事未查清前 昭月就先住在哀家这里 母妃诧异地抬起头 还想再说什么 太后却直接白手命她贵安 我冷眼看着母妃被请出去 心中明白 这第一步 算是成功了 太后不喜贤妃是人尽皆知 母妃那点经不起琢磨的谋划 在对贤妃还保留情义的父皇面前或许有用 但在太后这里 只会适得其反 我倒要瞧瞧 没了我这个宫巨人 母妃要如何救出她的好姐姐 我在太后宫中足足赖了有四个月 方才再次见到母妃 她在宫女的搀扶下给太后请安 说是已有了两个月的身孕 我瞧着她尚未隆起的肚子 内心清楚 这恐怕便是她想出的新法子 只是我没想到她会对自己也这么狠 除夕夜的团年饭上 母妃当着众人的面晕倒 腿间的一片血红 害住了众人的眼 太医诊断母妃是接触了极浓重的射箱 才导致了小铲 父皇震怒 命人调查 追根溯源 最后竟查到了夜贵人身上 母妃虚弱地躺在床上 却依旧不忘自己的使命 皇上 当初就是作为贤妃贴身宫女的夜贵人 主动指认贤妃 才让所有人都认定是贤妃毒害了龙胎 如今却查出是夜贵人毒害了臣妾腹中的孩子 臣妾不得不怀疑当初的诛杀之毒也是她所下 于是 本就对贤妃留有旧情的父皇立刻下令 将人从冷宫接了出来 用一个孩子的性命换和姐姐的团聚 母妃大概觉得无比划算 哪怕她才刚刚小产 脸上却依旧带着幸福的笑 仿佛那端出去的一盆盆血水不是从她身上流出的 我不禁想到前世我被冠下毒药身亡后 母妃大概也是这样笑的 我也好 这个未出世的弟妹也好 在她心里从不曾占据过一丁点位置 她的心里满满当当 只容了下贤妃一人 可她不知 在贤妃心中 有太多太多人比她重要 我很好奇 这样不对等的关系 到底能维持多久 后宫中的争斗我没机会看 只能从工人口中得知一二 比如父皇重审就案 彻底洗刷了贤妃的冤屈 比如出冷宫后的贤妃 恩宠更胜从前 比如和贤妃交好的母妃 父皇都爱乌及乌 多翻了几次绿头牌 我被接回母妃宫中没两月 母妃便被太医诊断 再次有了身孕 贤妃带孕期内的母妃极好 每每来时都会带上一大碗补汤 督促母妃喝完 生产那夜我与她一同站在门外 而门内母妃的惨叫声 听得人头皮发马 父皇想叫贤妃进去瞧瞧 她却淡然一笑 俯着精致的护甲道 女子生产不都是这般 皇上过于忧虑了 足足疼了四个时辰 母妃才生下了皇子 父皇得了登基后的第一个儿子 喜不自胜 当即尽了母妃位分 封她为鱼妃 满宫欢喜 可我分明瞧见贤妃脸上的笑 在听到这话后 一点都不剩了 不过请客间 她便又恢复了笑容 和蔼地牵着我说 要和我一起去看望母妃 屋子里虽然被清理过 但还是可以闻到淡淡的血腥味 母妃看到贤妃便哭了出来 她伸手拉住贤妃 没了在我面前时的强势 变成了一株 只能攀附人而活的兔丝花 姐姐 若不是想着你 恐怕我方才已经死了一次 母妃哭得真情实义 泪珠子一颗颗往下掉 不知道的人 怕是以为她怀的贤妃的孩子 可饶是这样 贤妃也依旧只是淡淡地笑着 她不着痕迹地松开母妃的手 安抚地在她肩上拍了拍 皇上已经尽了你飞位 为了往后的日子 你更需保重身体 母妃眼泪婆娑 我不在乎位分 只要在姐姐身边 就算我仍是你的丫鬟 我也情愿 贤妃脸上的笑意 终于争了血 其实我真的羡慕你 如今儿女双全 不似我 因着皇后那副镯子 至今未能有孕 说着颇有些伤感的 拿帕子抹了抹眼角 母妃文言紧紧拽住她的手 眼神中充斥很易 姐姐你放心 恶人一定会有恶报 贤妃走时 之前负责母妃胎相的太医 也默默跟了上去 我留了个心眼 仗着五岁小孩 身量细小 躲在角落 于平娘娘 这胎比寻常人要大许多 陈查过药方和药渣 都无问题 想来 问题应出在饮食上 贤妃一边用帕子擦拭着掌心 一边诞生道 凡事有因皆有果 若她如本宫一般 事事不争不强 自然不会招来今日的劫难 娘娘的意思是 皇上醉继后宫之中 风波不断 于平既然无碍 此事就不要闹到皇上跟前去 臣明白了 太医的背影逐渐消失 我想到母妃运气贤妃 那一碗碗如流水的补汤 突然有些不寒而栗 回到寝宫 迎头而来的 却是母妃的一巴掌 她极言吏色地质问我 你刚刚鬼鬼祟祟 跟着你嫌母妃做什么 不带我解释 她便又是一巴掌 丝毫不像一个刚刚经历了难产的人 我与姐姐相伴多年 彼此间的感情连你父皇都比不得 这宫中 我最信任之人便是姐姐 她对我也是如此 你给我仔细听着 这宫中 你谁都可以不敬 但唯独对你嫌母妃 不得有半分忤逆 若是叫我知道你存了害她的心思 我第一个不饶你 都说唯母则刚 恐怕母妃只是唯奴则刚吧 脸颊之上火辣辣的痛扑灭了 我刚刚对她生出的那一顶点怜悯 不过母妃忘了 这种靠着单方面的信任维持的关系 风一吹就散了 而我 突然想尝尝当风的滋味了 春天快结束的时候 御花园中已然抽出新枝的杨柳 都被砍了得干净 忽视我许久的母妃 把我交进内室 塞给我一个散发着清香的香囊 我知道我的机会终于来了 瞧着手中陌生又熟悉的香囊 属于前世的记忆慢慢苏醒 前世这时候 母妃已皇后病重 我身为女儿多去看望没有 命我日日去给皇后请安 而后也给了我这样一个香囊 她说 这是她请太医调配过的 能驱邪顾气 对身体有益 让我时刻带着 不至于被过上病气 我当时年岁上小 只知道听从母妃之话 便样样照做 结果皇后的病情越发严重 最后连床也下不来 太医诊治过后 断定是有东西诱发了皇后气喘 气喘与心肌两症互相影响 这才一直不见好 而这个时节诱发皇后喘症的最大可能 便是杨花 往年每每杨花飞落之时 皇后遇上便会气喘无力 可问题是 那一年皇后心急犯后未保万一 已经提前命人砍伐了杨柳 御花园中并无杨柳 父皇本就疑心病重 当下便怀疑到了我和母妃身上 对我威逼怒骂 让我说出为何谋害嫡母 小小年纪的我被愤怒的父皇吓哭 求母妃救救我 她却冷冰冰地推开我的手 跪地向父皇道 臣妾和昭月虽未害过皇后娘娘 但未显公义 也为了洗清我们母女的嫌疑 臣妾恳请将昭月送往宗人府审问 连父皇也诧异 你真愿意让昭月进宗人府 母妃看了一眼端坐高台 将一切都视为俗物不想沾染的贤妃 语气越发坚定 臣妾相信昭月会还我们母女一个公道 我被丢进宗人府的地牢 开始只是审问 见我一问三不知 便开始用上刑罚 五岁至子能用上 而又不至于让我丢了性命的刑罚并不多 我却也几乎受了个变 他们将我的头按在水中 再用银针扎入手指 食指连心 我自然吃痛地大叫 然后水便灌入口鼻 我说不了话 也挣扎不开 只能感受着生命一点点流失 然后在意识即将消失之前 又被人强行拽出水面 就这样一遍又一遍 直至我连张嘴呼痛的力气都没有 我哭着喊着 求父皇母妃救救我 可换来的 只是更重的刑罚 我被浑身湿透地丢在地牢之中 高热不退三天 方才被终于削了一心的父皇放出去 那时的我本以为这是一场无望之灾 直至昏睡时 听到了母妃与贤妃的谈话 这才知道香囊之中 被母妃塞了羊花 她将羊花混合了药材和香料 放进香囊 又故意将针脚挑松 我日日去给皇后请安 其实是在一点点燃尽皇后的寿命 父皇问罪时 她早已替换好了香囊 自然是查不到什么 她说我年幼 父皇本就会心软一些 若是再由她这个母妃 亲自提出送去宗人府 父皇的疑心更会少一点 而且她已经提前打点了宗人府 务必要让我多受些苦 这样父皇才会相信 从他们的谈话间 令我更为惊惧的一点是 这些法子都是贤妃不经意间 透露给母妃的 大约是这段记忆 对于幼年的我来说太过可怕 所以我醒来后 只有父皇向我问罪的记忆 之后的事便全都不记得了 没过完夏天 皇后便崩世 也正是因为皇后的崩世 贤妃才得以成为记后 重申后 这些被我刻意遗忘的记忆 也一字不落地重归我的脑海 母妃和贤妃以为我还会如前世一样 成为他们手中的刀 殊不知 这会是他们算的最错的一步棋 这一世母妃依旧是那些说辞 只是在经历过两次我的背叛后 母妃这次显得更加谨慎了 她每日都会检查 香囊是否尽职尽责 甚至派了宫女贴身跟随 生怕我又出了纰漏 可终究还是没能防住我 我趁着父皇来看弟弟的功夫 将母妃送的香囊拿了出来 然后故意撒娇道 父皇快看 母妃给我新做了香囊 便是弟弟也不曾有呢 今日我去给皇后娘娘请安 连她也夸我这香囊做工精巧 香味舒心 母妃的女工记忆 本就不比丝制房的绣娘差 父皇一听皇后也夸过 便来了兴趣 不仅凑到鼻尖绣了绣 还将香囊在掌心中来回翻看 这可将母妃看得心惊肉跳 她忙不迭想要将香囊抢回去 毕竟那些松掉的针脚 若是此时发挥作用 飘出里头的洋花 那她便是有万张嘴也说不清了 昭月跟你闹着玩呢 这只是臣妾闲暇时做的小玩意 尚不得台面还是别污了您的眼 父皇却以为是她的自谦之词 还自顾自把玩着 眼看着父皇摸到了香囊最下眼的河口处 只需手指轻轻摸索便可察觉到这里的针脚与其他处不同 可偏偏这时跟着父皇来伺候的宫女插了一句嘴 皇上 奴婢想到一事 不知当不当讲 父皇本要知她个不懂规矩之罪 却被母妃拦了下来 毕竟此刻这宫女便是她的旧行 奴婢老家有一说法 说这香囊一物 罪易吸纳主人之气 若有人唤疾 可叫取了童子童女的香囊来置于床头之上 悬挂七日 以阳气冲散血碎 奴婢方才听公主说娘娘也夸赞此物舒心 便想着或许是因为其上沾染了公主气息之骨 皇子公主们都是龙子奉孙 阳气与福气都仅次于陛下 如若叫他们诚心助导 再让他们将贴身的香囊挂在皇后娘娘宫中 或对皇后娘娘的病体有益 父皇闻言沉吟片刻 竟没有驳斥她 甚至是用带着些欣赏的眼神看向对方 她素来信奉这些天象神鬼之道 难得遇到同道中人 自然来了兴趣 此事就交给于妃你去办 若对皇后的病有好处最好 若没有 也算借此机会向百姓宣行孝道 于是我只能眼睁睁看着那枚香囊 被父皇随手丢弃在桌上 没有再看一眼 父皇走后 我被母妃罚跪了一整晚 以至于去皇后宫中挂香囊屎腿还是酸疼的 连路都走不太稳 母妃将香囊拿出来 细细看了好几遍 确认无误后放在锦盒中交于陪我前去的宫女景之 还嘱咐她不可有任何闪识 七日之七到了 将香囊取回来那日 母妃也未松懈 将拿回来的香囊 仔仔细细检查完放松了口气 她盘问景之 皇后娘娘身体可有好转 景之眉眼低垂 奴婢未瞧得真切 只见到有许多太医围着 依稀听见说什么不好 熬不过什么的话 母妃大喜 顾不得我 急忙赶去了贤妃的寝宫 景之朝我拜了拜 也跟着离开 带回到自己的房间 我才逐渐露出笑容 我知道 母妃此刻一定如前世一样 以为皇后命不久矣 殊不知看到山顶的时候 才是最危险的时刻 稍不留神 便会粉身碎骨 皇后今日确实请了太医 但只是心计之症发作 并没有母妃期待的气喘 因为那枚香囊 我根本就没有带进皇后宫中 前世景之一直忠心于母妃 可贤妃成为季后之后 第一道旨意 便是减少宫女太监的赏银奉银 景之家中妹妹病重 全靠她当差那点银钱 调着性命 她想找母妃通融 却被母妃杀鸡警侯障毙 这一事我提前笼络景之 替她就下了妹妹 让她忠心于我 母妃对我不放心 那我便找个让她不用操心的法子 直接把东西送进皇后宫中 她自以为安排好了每一步 却没想到景之是我的人 去何回 母妃看见的都是装有洋花的香囊 可送进皇后宫中的事已经被吊包过的 但这一切母妃和贤妃都不知 父皇感到贤妃请宫时 看到的便是让她差点急气功心的一幕 她的两个嫔妃穿得白茫茫 正在给活得好生生的皇后烧皇陵浅 听说陛下当即给了贤妃和于妃一脚 还将他们降为了贵人无令不得出 我躲在太后宫中那棵巨大的荷花树下 吃桂花糕时 听见外面的宫女太监这样说道 前世没等皇后崩世 贤妃便与母妃一起在寝殿内 烧皇陵钱 说要提前给皇后多攒些银钱元宝 这样难得的好心思 我自然不能让他们藏着掖着被别人抢占了功劳 可惜 父皇对贤妃抢头马上姚香顾的情谊还在 他们只是降了位分 但没关系 我谋划的好戏本来就还在后头 母妃降为贵人后 自然没了抚养公主皇子的资格 我和弟弟便被太后接回了宫中 当然 这也在我的计划之中 不管是宫女还是公主 都得为自己挣一个好前程 皇后已有嫡公主和嫡子 就算她愿意接纳我和弟弟 有母妃和贤妃这层关系在 心里怎么都不会太畅快 这宫里捧高踩低的是我见多了 自然明白若真养在皇后名下 恐怕日子也不会太好过 而其他嫡妃不是年岁太小位分不够 便是名下已遇有皇子公主 最好的选择便是太后 所以我在母妃给我喂诛杀毒时 便趁机来到太后宫中 博得太后的好感 为的就是今日 皇后的病在六月的时候 终于好得差不多了 父皇便又好了伤疤忘了疼 解了贤妃和母妃的禁令 将他们放了出来 母妃第一时间就找上了我 她大约是满宫里找了我许久 额头都冒着汗珠 阴沉的脸色看着有些吓人 像是饿久了突然找到食物的野狗 跪下 我顺从地跪下 眼泪连连 母妃 女儿终于见到你了 你与贤母妃被禁足这些日子 我没有一日不想你们 我求父皇将你们放出来 但父皇说你们犯的是大逆不道之罪 将我狠狠责骂了一顿 我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 差点将自己也说信了 反正梁母妃也没胆子去向父皇求证 我当然是能捏造多少就捏造多少 我抱着母妃的大腿一顿哭诉 努力将所有的眼泪鼻涕 都均匀涂抹在她的衣裳上 母妃也没料到我会哭得这样惨 一时有些手足无措 甚至怀疑起自己的判断来 难道不是你向你父皇告密说 我与你嫌母妃在宫中烧黄灵浅 这副年幼的身躯给了我很大的助力 我眨巴着眼 疯狂摇头 自然不是 母妃仔细想想 女儿又没有通天的本事 如何知晓您在嫌母妃宫中的事 母妃看了我良久 终于脸色稍记 自言自语道 也是 一个五岁小儿罢了 我怎么会以为她有这样缜密的心思 说罢又嘱咐我道 你如今在太后跟前 可以时常见到你父皇 记住一定要多多为你嫌母妃说话 我擦肝肋 那母妃你呢 母妃恨铁不成钢地瞪着我 我有什么要紧 母妃与你说过多少次 这世上你嫌母妃 才是你最该关心的人 她那般嫌和之人 如今受我连累 被皇上咽弃 不知该有多难受 见她又要宣扬嫌妃 哦 不 嫌贵人有多么品性高洁 人淡如菊 我立马打断她将正式搬出来 那母妃多多保重 女儿先回太后宫中了 又转头对手在角落 没有靠近的兰衣侍卫道 今日多谢肖侍卫领路 你也早些回去 莫要误了冷宫的差事 母妃的脚步顿了顿 她望向肖林策 试探地问道 你是昔日在冷宫救了贤妃的肖侍卫 肖林策抬起头露出一张 棱角分明的脸 神情惊喜万分 贤主儿向您提起过奴才 母妃不知道想到了什么 手臂微抬 招呼着肖林策过来她身边 你既是姐姐的救命恩人 那便是我的恩人 往后就在我宫门前伺候吧 我看着他们一派和气的模样 心中冷笑连连 母妃是真的把肖林策当恩人吗 自然不是 她不过是想利用肖林策 修复与贤贵人的关系罢了 可她不知道 这个肖林策不是普通人 引一只狼入羊圈容易 要想赶出去 就难了 自从母妃带走肖林策后 她和贤贵人的关系果然缓和了许多 本来避而不见她的贤贵人 开始主动来母妃宫里作伴 甚至好几次流宿 可很快后宫流言四起 我陪着太后赶到皇后宫中时 正好听见一道清脆的女声高喊道 皇上 臣妾要告发与贵人私通 会乱后宫 罪不容诛 我辨别出这声音的主人 正是那日 在母妃宫中提出挂香囊祈福的宫女 不过如今 她已经是井贵人了 会乱后宫的罪名太大 母妃自然不肯认 可井贵人 很快叫了宫女太监来对质 他们说肖林策是母妃清点调过去的人 他们说母妃进出寝宫门 都要在门口与肖林策说上好久的话 他们说听到过母妃照肖林策入内殿伺候 这一桩桩一件件让母妃哑口无言 可他们都漏掉了一个最重要的信息 那便是母妃调肖林策过去 是为了贤贵人 和肖林策说上好久话的人 是和母妃一同进出的贤贵人 照肖林策入内殿的人 是担心她吃不饱穿不暖的贤贵人 明明一句话就可以解释清楚的是 母妃却紧咬牙关 不肯吐露半个字 父皇脸色铁青一片 她试探地看向我 昭月 你可惜你母亲是清白的 父皇心里显然是已经认定 母妃给她的地罐染色了 问我只是想看看我知道多少 是否和母妃一起欺瞒她 可我就等着她这句呢 当下便跪在地上大声道 女儿相信母妃 但光女儿一人信不作数 女儿恳请父皇当众用刑 还母妃一个公道 你是说要对肖林策用刑 父皇斜眼瞥着我道 语气听不出喜怒 我摇摇头 母妃不肯解释 必定是有苦衷 女儿虽不舍 但如若母妃受刑之后 仍坚持自己的清白 那想必诸位母妃也是幸福的 母妃瞪大了眼 气得差点又要爬起来 给上我挤嘴巴 我怎会有你这样恶毒不孝的女儿 我想这便是有其母必有其女吧 毕竟前世她也是这样 将我送进宗人府的 父皇的脸色终于好了些 他吩咐身侧的太监 给于贵人上扎行 我记得这套刑具 那是用两根绳子穿起来的五根小木棍 行刑时将渣子套入手指 然后再用力收紧 宗人府里的掌刑官给我用过两次 一次断了小指 一次断了食指 母妃哪里受过这等刑法 光是看着便已经叫她生据 她下意识向自己唯一的依靠爬过去 姐姐 救我 然而她的姐姐一贯是人淡如菊 不喜摄入任何纷争 又怎会为了旁人改变自己的原则呢 果然 只见贤贵人面色平静地牵起母妃的手 缓缓道 你我虽情同姐妹 但国有国法 家有家规 我既不会训私也不能训私 你可懂我 好一番家国大义的大道理 轻易在众人面前 营造出一个胸怀天下的大女子形象 她微微一笑 带着护甲的手指替母妃试泪时在她眼下刮出一道红印 记住 就算是兽型 也得体体面面 母妃抹干眼泪 点点头 我明白 话说得好好的 但真正兽型时母妃依旧是失态了 她的惨叫声惹得贤贵人频频皱眉 手上帕子一直捂住口鼻 也不知是因为害怕还是嫌弃 两只手各形形一变后 母妃的手指已经紫红一片 颤颤巍巍地举着不能动弹 她脸色惨白 嘴唇上咬的鸭印还在往外冒着血 却依旧什么都不承认 贤贵人难得替母妃出了刺头 她诞生到 宫中捕风捉影之事常有 如今行也瘦了 想来陛下可以相信 于贵人和肖侍卫是清白的了 锦贵人挑眉 笑得妖娇妩媚 嫌姐姐莫要急 这哪有一人受刑的道理 待肖侍卫受完刑 这件事才算清明 否则于姐姐不是平白受罪了吗 可听到这话 向来冷静自持的贤贵人猛地拍桌而起 她板着脸高声质问锦贵人 肖林策是个武人 她的手是用来拿刀的 岂容你说用刑就用刑 若伤了她手指筋骨 你担当得起吗 我听得差点笑出声 原来凡是淡定如水的贤贵人 也会有如此激动的一面 这仅仅是因为一个小侍卫 锦贵人眼珠子转向母妃 早就听闻嫌姐姐温柔随和 嗯得会下 如今一见果然 连这般会乱恭维的银贼 您都愿意心疼 却不心疼相伴数十年的姐妹 母妃的脸色越发白 连仅剩的一丁点泄色 都退了个干净 与她不同 父皇的脸绿的吓人 她站起身 一巴掌重重打在贤贵人脸上 正看与她有私情的 不是于贵人 而是你 贤贵人还想以退为进 臣妾与萧林策 只是超越男女的知己之情 皇上若是因这几句话 疑心臣妾 臣妾无话可说 可圣怒中的父皇 早就厌倦了她这一套 既然无话可说 就不要说了 拉下去 父皇让人搜了贤贵人的功 在她的床头格子里 发现了一册诗集 泛黄的书页中夹着朵干枯的红梅 而底下压着的诗 正好是李白的长相思 词曲有意无人传 怨随春风气奄然 一军迢迢隔青天 巧的是萧林策藏在衣柜中的靴子上 同样绣了一朵红梅 宫中皆知 贤贵人钟爱之花便是梅花 这样明晃晃的情愫 绿的人发慌 父皇气急败坏的命人 将萧林策临迟处死 却还是念着旧情 只是将贤贵人幽禁在寝宫 萧林策被下令临迟处死那晚 我去了套母妃住的冷宫 这里也是贤贵人曾经住的地方 母妃呆愣愣地坐在地上 手俯着床路上的褶子 不知道在想什么 原本青葱一般的手指 如今却肿大扭曲 显然是折断了褶骨 却没有及时处理 我坐到她身侧 问了她一个问题 母妃可知 当初你为何会被父皇临幸 母妃嗤笑一声 并未回答我 我也不恼 主动替她揭开真相 那时父皇还是位年轻的皇子 贪大了位貌美的侍妾 一门心思都在她身上 对贤附近也就是贤贵人的恩宠 少了许多 所以贤附近就想到个法子 与其让父皇将恩宠分给其他女子 不如找个能被自己掌控的 于是她将父皇灌醉 引到了自己贴身丫鬟的房中 然后在丫鬟伤心欲绝时安抚她 替她讨来名分 凭借这份恩情将她叫化为自己最中心的农才 这些都是贤贵人身边的掌士嬷嬷告诉我的 树岛胡孙散 他们总要替自己寻些出路 母妃的手开始颤抖 她抓紧了被褥 红卓眼问我 你想要什么 我笑着摇摇头 转身离开 我的母妃从来就不是良善之人 她将唯一的真心给了人 以为是真心换真心 到头来却是全然的利用 她的怨 她的恨 足以毁灭一切 包括她自己 而我 只需要静静看着就好 没几天 原本被幽禁的贤贵人 突然自意在寝殿中 父皇下令不许工人为她脸食 直接将她丢进了乱葬岗 宫里传闻贤贵人字一遣 父皇去冷宫见了母妃 认定是母妃让父皇改变了主意 杀了从前最爱的宠妃 他们以为母妃要成为 下一个成功从冷宫里出来的嫔妃 却不知 母妃再也没有机会了 紧贵人来向我通风报信时 我并没有感到意外 给公主喂毒 自服设箱小产 设计谋害皇后 不管是哪一装饰 父皇都不会留着母妃的性命 公主还是别看吧 紧贵人小声道 我摇摇头 我来 紧贵人犹豫了一小会儿 将东西递到我手上 母妃还是在那间冰冷的小屋里 见到我进来 并不显得惊讶 而是从床边站起 坐到了屋子里唯一的一张桌子前 她将自己收拾得整整齐齐 却输了个丫鬟的发迹 我拿起酒杯 将之到满 母妃看着那杯毒酒 终于开口说了第一句话 我昨日做了个梦 梦中我地狱你的 也是这样的酒杯 我睫毛轻颤 并没有说话 沉默良久 母妃终于伸出手端过了酒杯 她嘴角勾出弧度 轻声道 若有来生 我们莫要再见了 酒杯空了 伴随我两世的不甘与执着 也没了 我想母妃 对我唯一的善良 便是在最后时刻 依旧对我没有半分悔意吧 我推开门 屋外是等待着的 景贵人和漫天的阳光 分别使景贵人又朝我拜了拜 我有今日都是仰仗公主 燕儿多谢公主 我挥挥手 诞声道 这是你应得的 我瞧着她的身影 心中明白 这后宫往后 应该是她的天下了 至于我 总该替自己活上一回了